赶来的封建博士与他们寒暄一阵后 便带着三位主角来到了研究所地下的秘密基地 让我选老高给你们科普一下 什么是三合一能源 这不重要啦 我一直觉得你很面熟 你是贺仙人吧 你满了大人在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君 首先感谢各位超级热血的看官们支持 这个介绍超级机器人的冷门小破频道才能够维持至今 先在这里预祝各位2023年四世春行 也请各位同好们能继续支持本频道 让频道可以推广更多怀旧的超级机器人动画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 大叔们儿时断翻没看完结局的怨念动画 宇宙大地神圣西格马 日本于1980年3月19日至1981年2月25日期间 在东京电视网每周三下午7点半至8点播出 为什么说这不是台湾大叔们的怨念呢 因为早期台湾收看动画的小朋友是没有人权的 大人也不会重视 电视公司说断翻就断翻 我也给你一个理由 于是可怜的宇宙大地便被拆成两个时段播出 导致很多大叔们都没有看过结局 而这部宇宙大地可能名气不如黑豹传奇 六神合体雷霆王的缘故 很诡异的再也没有重播过了 宇宙大地在台湾的播映时间是 1988年1月4日至4月25日 于每周一下午6点至6点30分播出部分集数 之后断翻也至同年8月5日至1989年4月7日间 时段也改至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30分复播其余剧集 这样的稍操作让很多小朋友们根本不知所措 无法看完完整的剧情啊 日本方面本片也没有很受重视 日本也一直没有重置过 只有在本片首播后的30年 也就是2011年才终于推出套装DVD 所以也没有任何字幕主替这套动画做完整的中文字幕 实在是很遗憾啊 相较香港却比较重视宇宙大地这部作品 片头曲还起来大家所熟知的哥哥 已故歌手及演员张国龙所主唱 而且还在2011年将宇宙大地的片头动画给充滞了 这个动画出自2011年香港电影 保卫战队之出动啦朋友 宇宙大地虽然动画在台湾不受重视 但超额巾玩具跟穷小孩的便宜塑胶玩具 可是在台湾卖得非常好啊 常常出现在一般小卖店 文具店 百货公司里 直到现在都能够看到 宇宙大地早期的超额巾玩具都还在贩售中哦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 关于宇宙大地剩下的趣闻下集再来讨论 我们赶紧复习儿时没看完结局的怨念 新年企划 宇宙大地神圣西哥马的故事吧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军 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上 故事主角谭斗志也利用他的背包搭上了免费直升机 来到了在海洋城市脱离尼迪城举行的太空博览会 会场上展示的是本次博览会的主角 封建博士开发的三架机器人 空雷王 陆正王 海明王 谈斗志也也对此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 斗志也的声優是富三境 但是宇宙大地加入机器人大战参战时 富三境已经过世 所以声優就换成多蒙卡修的配音官制一啊 这时陆正王突然不受控制 在会场上到处践踏人群 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骚动 原来在陆正王里面的驾驶者 是马其诺集团长的女儿美奈子 当然 以美奈子的驾驶之职 也只是给会场添乱而已 就在斗志也要英雄救美时 朱利野口跳进了陆正王驾驶舱内 停止了这场灾难 还打了美奈子一耳光 要他别闹了 虽然美奈子跟父亲哭诉 但野口是封建博士的助手 帮忙开发机器人的重要工程师 所以无法开除他 然而 地球联合部队 正遭受艾尔达兴派出的战斗机袭击 更糟的是 艾尔达兴的战舰群也盯上了托利尼迪城 并猛烈的攻击破坏 而敌人向封建博士表明来意 威胁他交出正在研究的三合一能源 不过野口要博士别担心 他可以驾驶海迷王参战 便赶紧离去 另一方面 找到敌人战机攻击的斗志也 盯上了空雷王 并打算干走他应战 虽然搭乘期间 差点演变成跳楼事件 但还是以华丽的姿态搭上了空雷王 曾驾驶过建筑机器人的斗志也 在一阵摸索下 启动了空雷王射出手指飞弹 成功干掉了敌方战机 并与随后赶制的海明王 表演一场武器展示秀 大肆捏杀这些小杂鱼 艾尔达军这边 李兹副官看着空雷王与海明王大显为人 想要亲自带着主舰冲入地球内时 吉拉副官马上跟李兹通讯 总司令迪拉尔也随即现身 并令李兹停止对地球攻击 并训示他不了解现实战况 以为靠这些烂番茄臭鸟蛋 打得赢这两架机器人吗 错恶的李兹也只好黯然撤退 成功击退敌人的空雷王与海明王 回到了城市 接受众人的爱戴 美奈子也深圣爱上了斗志也 并亲吻他表明爱意 然而封建博士的秘书春日礼会 敢来向众人说 地球木星殖民地正遭受艾尔达军攻击 冲动的斗志也想要立马赶去救援 但也口阻止他 并说以空雷王现在的力量根本赢不了 碍于现实 斗志也也只好无奈作罢 这个木星的殖民地到底在哪呢 他在木星的第十四颗卫星上 目前正遭受艾尔达军无情的摧残 本作第三位主角 吉良千作也在此登场 他惊眼看到自己的家人 全死在敌人炮火面前 自己也晕了过去 但醒来之后 千作发现自己已在逃生舰上 离开了木星殖民地 与此同时在脱离尼迪城的博士等人 正为了下一次敌人来袭做准备 海迷王与空雷王也加入城市的重建工作 这时斗志也接获通知 空中出现了木星来的逃生舰 于是在空雷王的协助下 终于让逃生舰安全迫降 斗志也也前去与熟人 千作打身照面 千作告诉他 自己的家人已经全部被敌人杀死 赶来的封建博士与他们寒暄一阵后 便带着三位主角来到了研究所地下的秘密基地 让我选老高给你们科普一下什么是三合一能源 这不重要啦 我一直觉得你很面熟 你是贺仙人吧 你马了大人在讲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因为三合一能源有比氢弹强十万倍的能量 所以 别骗我没看过七龙珠哦 你怎么看的都是贺仙人呢 看啊你全家才贺仙人 请叫我Dr.Fontaine 原来不是啊 我本来想拜托你帮我跟天津犯要签名呢 这时敌人的机械兽宇宙恐龙格拉肯奇及地球 所以三位主角换上了正式战斗服 搭乘空雷王 陆阵王 海明王 一同出发迎战格拉肯 然而格拉肯不是第一级的小杂兵 并不是这么好对付 而千座因为是第一次驾驶陆阵王 所以感到手足无措平平之别 还好空雷王大脚一踢化解危机 格拉肯见空雷王不好了 只好调转枪头攻击野口 靠腰怎么一直针对我攻击呀 野口见敌人来势汹汹的攻势都对准自己 只好使出水盾逃进海里 让斗志也与千座来应付 你马的竟然不想意气绕跑 呃呃我又死定了 与此同时 美奈子竟妄想驾驶他爸的收藏品双翼飞机 前来添乱对抗敌人 不过美奈子用机枪扫射敌人没几分钟 就因为飞机没有坠机退场了 而李之也乘坐战舰前来 打算袭击托利尼迪城 三合音能源面临被抢的危机 封建博士表示绝不能交出三合音能源 所以将基地浮出地表与战舰对抗 千座在驾驶舱看见了攻击他家乡的战舰 非常的愤怒 随即驾驶陆阵王 对格拉肯使用粗暴的体数痛远一顿 是要为家人报仇 并成功将敌人丢入大海 而基地这边的战况 因为空雷王与海迷王赶来互驾 暂时保住了被摧毁的命运 李之剑干不过对手 只好赶紧撤退 虽然千座赢得胜利 但野口却对千座粗暴的操纵陆阵王很是不满 认为他这种打法 无论有多少架陆阵王都不够用啊 便建议博士将千座从团队中剔除 然而基地却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原来掉落到海底的格拉肯仍然活着 并试图从水下摧毁城市 以获得三合一能源 顿时间城市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美奈子为了躲避海浪吞噬 试图往高处爬 在混乱中却被老爸扒下裤子 实在有点糟糕啊 千座看到城市的惨况 便告知斗志爷 我们的故乡EO就是这样被敌人摧毁的 斗志爷看着千座难过的表情 也想起了在EO与父母生活的愉快场景 这时野口跟大家说 他已经找到了敌人的弱点 但是想先卖个关子 于是三人便赶紧驾驶机器人出发抗敌 陆阵王在赶路期间率先离队 使用脚底的钻头钻入地底 接着海民王照惯例潜入海底 陆阵王则倒栽现身 无奈的野口只好先发射飞弹攻击格拉肯 千座便赶紧配合发射地震弹助攻 空雷王见海底起了不小波澜 马上朝水底射出手指飞弹掩护攻击 在三人合力的飞弹攻击下 格拉肯只好浮出水面 野口见时机已到 马上执行自己的计划 射出搜索弹贯穿敌人体内 因此找到了敌人的控制中枢 博士便赶紧将落点通知斗志爷等人 于是空雷王马上拿出空雷弓 朝格拉肯落点射出雷霆一箭 贯穿了敌人的眉心粉碎的敌人 虽然这次危机在三人团队合作之下解除了 但早前格拉肯对城市的重创 促使三合英能源的储存设施不稳定 引发了大爆炸 幸运逃脱的封建博士见大势不妙 赶紧集合斗志爷等人 趁机再次对大家科普一下 博士 可以不要再跟观众科普了吗 没有小茉莉帮枪 根本就没人想看贺仙人科普啊 好吧 那我就教大家怎么使用洞洞泼好了 喂 迷马的都说我不是贺仙人啦 于是博士便开始讲述 三合英能源是来自维度扭曲的能量 需要特殊的超重金属来制造和儲存 可是这种金属只能在木星的彗星 木卫一才能获得 由于无法生产三合英能源的能量 在未来的战斗中 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福利因素 因为这次促使三架机器人 合体为宇宙大地神圣希格玛的力量啊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 博士恰好接获 曾在木卫一和空间站之间飞行的货船飞行员告诉他 艾尔达西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所以货船即将要降落在地球上 这艘货船刚好载有大量的超重金属 然而 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千座对神圣希格玛 以斗志也当队长很不高兴 双方在机库内展开拳以拳交心后 斗志也最终被击倒收场 千座趁此良机爬上了空雷王驾驶 但空雷王的电脑却判定千座与自己不合 千座只好离开驾驶舱向大家下跪 坦然接受电脑判定自己无法成为主要驾驶员 但他还是不太能接受电脑选择的斗志也啊 另一方面 博士又遇上了难题 由于货船的公司 刚好也是马尔奇诺集团长赞助的 理所当然货船在印的超重金属 集团长也有所有权 因此双方正位能拿走多少超重金属交涉中 其因是拿走太多 正当集团长乘坐的飞机 准备要在空中回收货船的重金属时 理智派出了新的机械兽袭击货船 封建博士接获求救讯号后 立刻派出斗志也等人前去营救金主还有美奈子 斗志也等人赶到灾难现场 海迷王率先脱队前去救下了坠落中的货船 陆镇王则负责让金主的飞船安全迫降 空雷王便负责打怪 但这次的敌人非常的不好打 尽管空雷王掏出许多武器攻击对手 就像打到残影一样扑了个空 反被机械兽抓住的斗志也 还被敌人放射的热能给震晕了 好在野口牵坐及时叫醒的斗志也 斗志也变强身的身体 发射尖炮击中敌人后成功脱困 准备要合体了吗 那是当然的 再不合体的话玩具赞助商就要抗议了 于是在三人团结一心的状况下 三位一体的能量达到了极速的填充 基地内的支援机战神飞翼 也赶紧出发支援合体 在战神飞翼的指引下 三架机器人在半空中结合 万众瞩目的宇宙大帝神圣希格玛终于诞生了 神圣希格玛的出现让里芝惊呆 未等里芝反应过来 气力早已达到100的宇宙大帝 随即取出飞翼里的无双剑 使用处刑剂必杀无双剑 在机械兽身上化个十字 敌人因此利弊当场 战斗结束后 千座对受重伤的斗志也打从心底折服 折服他受重伤的情况下也能坚持战斗 希格玛的出现是迪拉尔意想不到的事 迪拉尔告诉吉拉与里芝 如果不打败神圣希格玛 埃尔达星就没有希望 于是里芝这次派出宇宙龙潜入火山岛 准备实行夺取三合一能源的计划 基地方面 千座与斗志也正看着荧幕上的故乡一忧 野口却突然出现调侃两个大男人 他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残破的星球 与被埃尔达军队折磨的人们 能不能正做点啊 虽然斗志也与千座痛骂野口是个没感情的家伙 但是他们不知道 野口的母亲与妹妹也在意哦 所以野口不敢再想起互相的任何事情 场景千万到了火山岛 空雷王与陆正王竟然出现在此处 原因是斗志也与千座在餐厅内用餐时 不习惯脱离尼迪城所提供的调理包食物 他们想要吃新鲜的萝卜啊 所以李慧告诉他们 可以来此处找丁格爷爷的种植园 丁格爷爷种植的蔬菜与伊欧的味道相似 两人因此又怀念了家乡的味道 这时火山岛突然喷发了 顿时间满天落石坠下 所有居民都忙着逃命 但丁格爷爷却想飞出去保护他的农场 斗志也不想再跟爷爷废话 赶紧与千座驾驶机器人 强迫在爷爷被落石砸死前将爷爷救下 所有居民被救到避难所后 空见博士试图劝说他们冷静下来 由于火山不知啥时会再喷发 现在回去是很危险的 不过贪财的集团长却不爽了 他迫使博士宣布 以便重新开放自己投资的农场能继续工作 空见博士却反驳说 作为有良心的科学家 他不能做虚假的声明 看啊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到时候我在动用关系 叫政府找个网红什么阿地弄英文啊 拍个火山岛好棒棒开箱文 不就可以解决民众的恐慌吗 可是那个阿地弄什么柯博文 是阿地弄英文 哦对对对 是阿地弄英文 他拿一百万的点阅率只有十三万 你确定这样有效吗 集团长想了想 爷爷说的也对 花一百万点阅数只有十三万次 只好命令斗志远等人到火山岛 清理落石与火山灰比较划算 正当空雷王与陆正王 拼命在火山岛做清洁工 当奴才期间 野口却突然不干飞离现场 原来野口不是偷懒 他联络封建博士 并告诉他 海底里有个人为制造的洞穴 肯定跟这次火山喷发有关 于是理会推测 这可能是艾尔达新人干的 但集团长却听不进去 草泽要开除不听他话的博士与丁格爷爷 与此同时 第二波火山爆发又开始了 大家也都看到 引起火山爆发的元凶是宇宙龙啊 斗志远与千座开始拿翘了 逼迫集团长跟他们谈条件 在不得开除干涉博士和爷爷做事的条件下 他们前去对付宇宙龙 首先三人在野口带领下 先有落石堆砌出一道石墙 阻挡岩浆流到城市造成伤害 接着空雷王与海绵王便飞到火山口 与宇宙龙展开大战 陆阵王则负责顶着石墙不要另起坍塌 不过斗志也这边的战况非常危急 海明王和空雷王与敌人战不了几回合就败阵下来 他们差点就要衰落至岩浆里击毁人亡了 宇宙龙也不放过这大好机会 在空中朝火山口内的空雷王与海明王猛烈的喷发火焰 企图用高温杀死驾驶员 这时吉拉急功心切 命令宇宙龙将对手踢入岩浆里 但斗志也与野口却逮到时机 两人合力抓住宇宙龙的脚 将他丢入滚烫的岩浆里后 三人抓准时机 立马合体为宇宙大帝神圣西格马 立即拔出无双剑 砍出十字斩将敌人给处行了 火山爆发事件结束后 斗志也等人与野野在农田里开心地种着白萝卜 集团长也为自己的自私举动道歉 于是众人就在欢乐中结束这一回合 由于理智一连串的挫败 他和吉他讨论夺取三合一能源的方法 原先理智考虑的方法是 潜入基地找出三合一能源 但基地的严密保安使之难以实现 所以吉他建议他 可以利用那些能自由进出基地的人 那就是集团长了 场景来到了艺术拍卖会 斗志也等人与美奈子也来到了会场 在拍卖会上 众人看到了一幅故乡伊欧的风景画作正要拍卖 但是野口和美奈子 却为了赢得这幅画展开了激烈的竞价 最后当然是由老爸坐靠山的美奈子 成功飙到了 然而在美奈子开心的离去时 却被理智的卧底绑架 理智的卧底视讯告诉集团长 释放他女儿的条件是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交出三合一能源的资料 迫于无奈下 集团长只好试图潜入档案馆 窃取三合一能源的资料 但他的行动却被赶来的野口阻止了 野口得知集团长的苦衷后 提出了一个营救美奈子的计划 条件是他的月薪要翻倍啊 并且要把他女儿赢得的伊欧画作交出来 野口的计划是把自己卫装成集团长 让自己被敌方士兵 带往理智手下所在的潜水艇做交易 成功换回了美奈子 但不幸的是 野口的手表却突然发出封建博士的声音 理智手下赶紧夺下手表并惨碎他 野口却反倒不担心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与此同时 矫急的封建博士 着急众人商讨发生什么事 赶来的集团长也跟大家谈成女儿被抓了 才不得已盗取出三合一能源的资料 封建博士跟集团长说 你盗取的资料是假的 因为能源资料是最高机密 资料经过特殊处理所以无法复制 斗志也便安慰集团长 他会想办法将美奈子救出 于是空雷王与陆正王赶紧出发 到海面上搜寻讯号断点处 潜水艇这边 理智正通知自己的手下 野口交出的资料是假的 而被关押在房间里的野口 掏出了预藏的工具笔 塞入门上的钥匙孔将其破坏后 便带着美奈子赶往机库 搭乘小型潜艇准备逃到岸上 不过理智并不担心 他告诉手下小型潜艇有安装特殊炸弹 一旦炸弹与空气接触便会引爆 原来就算集团长交出资料 理智也不打算留活口啊 还好这消息被穿着潜水服 在潜艇外偷听的斗志也听到了 他见到野口等人成功搭乘小型潜艇逃脱后 便赶紧来到野口面前 示意野口他搭乘了潜艇有安装炸弹 于是野口放下斗志也 让斗志也取出水下枪 发射飞弹提前引爆了特殊炸弹 还好炸弹在水里引爆 所以威力不足以马上摧毁目标 野口等人也顺利逃脱 乘坐潜艇内附属的水上摩托车 继续往岸边行进 自知行动又失败的理智 派出莫拉隆来攻击他们 是要一雪全尺 敌我双方交战一阵后 空雷王被敌人的尾巴给击中 坠落海底 还好海迷王即使从水下 将空雷王打捞上来 于是三人赶紧合体为宇宙大地 立刻拔出无双剑 一刀就将莫拉隆给宰了 连潜水艇也被爆炸的渔波吞噬 事件结束后 野口带着先前承诺的画作 与众人道别后离开 但在野口离开时 唇部却掉了被牵作剪了起来 他反开来看 发现唇部上面的名字是别人的 理会却赶紧将唇部抢走 他认为野口有个女友是很自然的 所以大家不应该再追问下去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边 要是觉得热血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超级感谢 请热血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谢您的支持 让团队可以提供更多 优质又怀旧的动画介绍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订阅 不负责任风动漫 不负责任热血君两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